人文一更到底 精彩故事现在开始 因为柳如烟的执意退婚 我成了同学们口中谈论的笑话 柳氏集团也因此措施一个亿的资助 他甚至高调宣布 只要能和纪博达在一起 哪怕送外卖我也愿意 纪博达是刚转到我们学校的贫困生 在此之前我和柳如烟每天溺在一起 形影不离 他的出现 让我每天都陷在嘲弄声中无法自拔 精神状态每况愈下 不得已办理休息 多年后同学聚会上 他拉住即将要走的我 说送够了外卖 问我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 毕业两年后 班长组织了厂同学聚会 大家互相吹跑寒暄 混得好的话多到说不完 混得不好的坐在角落听别人说 我接管了家族企业 被众人簇拥在主位上 酒过三许 大家喝多了什么话都往外倒 不知谁先提起了柳如烟的名字 当年咱们中最优秀的就是陆成和柳如烟了 两人青梅竹马 本以为毕业后就能结婚 谁知半路杀出各成咬精 是啊 柳如烟为了那贫困生 执意要退婚的是闹得沸沸扬扬 陆成当年都差点抑郁症自杀 话没说完 原本热络的气氛凝住 说话的那人察觉出不对劲 立马惊声 面带歉意 陆成 抱歉 我端起面前的茶杯抿了口 云淡风轻倒 没事 我和柳如烟自小有婚约 学生时期他遗情别恋 喜欢上了刚来的转学生 顾西斯破莲也要和我退婚 他的举动让我成了学校人人笑话的对象 那段时间我整夜失眠吃不下东西 身体销售的厉害 我爸妈担心这样下去会出事 给我办理的休学 班长见冷了场 又抛出一个消息 当年柳如烟是老师重点培养的对象 如今却沦落到送外卖 听说他家里破产后欠了一屁不债 毕业后什么工作都干过 吃了不少苦 对于当年的事我早就释怀了 房间里充斥着烟酒味 我闻得不舒服出去透口气 走廊里 一个熟悉的身影猝不及防地闯进我的视线 柳如烟不负当年亭亭欲立的样子 他正低头哈腰地祈求对方别给差评 兜里的电话响了 他接电话的功夫 对方已经不耐烦地点了差评 成年人的崩溃就在一瞬间 手机那头的人不知说了什么 柳如烟崩溃开口 我求求你别一时疑鬼了行不行 我工作已经很累了 不想和你因为莫须有的事情争吵 你要是认为我出轨了 那就这么认为吧 我怎么也没想到手机那头的人会是纪伯达 当年的柳如烟把他捧在掌心里的 不可能这样大声吼他 我准备回包厢 却听见柳如烟喊住我 陆晨 再次见面 大四那年发生的事如走马观花班在毛海中播放 我第一次意识到柳如烟对这个转学生的不同 是在申请助学金那次 课间操结束 柳如烟和纪伯达拦住我的路 从没求过我什么的柳如烟 霍天荒地为了一个贫困声向我开口 陆晨 纪同学忘记申请助学金 老师那边你能不能去做做工作 把他的名字加上 他家庭条件不好 很需要这笔钱 我拿着课本看向 躲在我未婚妻身后的纪伯达 那是我第一次认真打量他 随后 我摇摇头 名单已经出来了 老师也没办法 柳如烟说了句知道了 纪伯达突然朝自己脸上打了一巴掌 眼泪输得流了下来 都怪我自己蠢 忘记了提交时间 要是没有这笔钱 我就交不上学费了 我在心里暗想 柳如烟最看不惯男生哭鼻子 下一秒 他的话让我感到陌生 我先借给你 纪伯达擦了擦眼泪 真的吗 谢谢你 不过 他小心翼翼地看向我 你男朋友会不会不开心 柳如烟你没 不会 陆成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说完 和我打了声招呼 便盖着纪伯达去提前交学费 炙热的阳光撒在他们二人身上 仿佛他们才是一对 好友不爽到 这是什么情况啊 纪伯达绝对是故意的 我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片刻才回神 我和纪伯达只见过那一次 再也没有了交集 柳如烟也从未在我面前提起过他 直到我去隔壁省市参加比赛 回来后柳如烟约我出去 一脸歉意地告诉我 他喜欢上别人啊 为了我的名声着想 希望我可以主动和双方父母说 解除婚约的事 这是我第二次见到纪伯达 他不再是那副营养不良的样子 反而面色红润 眼睛里都透着神奇 他依旧站在柳如烟身后 站得笔直 对不起陆成哥 我没接他的话 柳如烟 他不懂你应该懂了 我们之间的婚姻 不仅仅是我们两人的 还是柳氏和陆氏的 我给你一周时间考虑 如果你还是执意要解除婚约 那你就亲自去和我爸妈说吧 我放在桌上一张人民币 离开咖啡厅 一周时间还未到 柳如烟和纪伯达找了过来 关于我们三个之间的爱恨纠缠 全校都知道了 大家饶有兴致地停下脚步 几日不见 柳如烟身上多了几分戾气 他以前一句重话都不会对我说 现在却是什么最伤人说什么 就算我家破产 我也不会要你一毛钱的资助 你除了爸妈有点臭钱 连博达一根手指都比不上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般狠 为了拆散我和博达 竟然以资助柳氏为条件 逼我妈拆散我和博达 冰冷的画像利刃划过我的心口 一刀又一刀蔓延至全身 我避开柳如烟商人的目光 你还记得 我才是你未婚夫吗 后来柳如烟不惜和家族决裂也要退婚 我成了学校人人茶余饭后笑话的男子 陆家也成了圈子里的笑话 至于柳氏 没有了陆氏的资助 公司资金链断裂 便卖了全部房产也没赌上亏空 欠了一屁股债 当然这是后话 在没有彻底破产前 柳如烟的朋友圈里天天都在秀恩爱 和纪博达去北极 拉萨 贵州 云南 世界各地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陆辰 大家都找你呢 快进来 班长的声音扯回我们的思绪 柳如烟面对以前的同学想落荒而逃 却被眼尖的班长发现 柳如烟 餐桌上 柳如烟那套黄色的外卖服格外扎眼 从前的天之娇女 如今却在同学们面前抬不起头来 柳如烟你真不够意思 毕业后你把所有的群都退 谁也找不到 一会可得把联系方式给我 好 柳如烟拿起手机 刚打开微信页面 那人就朝我走来了 陆辰我敬你一杯 现在你可是我们中混得最好的 自从你接了陆总的位置后 把陆氏集团的商业版图都拓展到欧洲去 以后还烦请小陆总多照顾照顾老同学 我余光掠过柳如烟尴尴尬又难堪的脸色 端起酒杯和她碰了一下 聚会结束 柳如烟欲言又止地走到我面前 陆辰 当年我年少无知做了不少让你难堪的事 如果当年我没有做错选择 现在的结果会不会 话没说完 就被门口的声音打断 柳如烟 你不是说你在送外卖吗 你为什么骗我 大家顺着声音来源看过去 世纪博达 几年不见 她变化很大 皮肤毛糙辣黄 比同龄人看起来要老些 可我印象中休学那人 站在柳如烟身旁 助我早日找到另一半的义气风发模样 盼若两人 身上穿的那件黑色西装外套 还是几年前柳如烟给她买的 这是 纪博达 同学人群中 不知谁来的聚 柳如烟抓着她的手腕 脸色难看 有什么回家说 纪博达正脱开她的手掌 大步走到我面前 扑通一声跪下 我玩耳一笑 微垂着毛子看向脚边的人 蓝眼疏离 静静等她接下来的话 陆少爷 你现在什么都有 我只有柳如烟了 我知道如果你存了心思想把她追回去 我抢不过你 我求求你别再来找她了 在纪博达说到那句 我存了心思想把她追回去时 柳如烟有意无意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同学们也有些尴尬 班长过来扶她 打圆场 我打你误会 今天是同学聚会 是我碰到柳如烟邀请她进来了 你赶紧起来 这么多人啊 周围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 其中步伐还有我的商业伙伴 纪博达顿时来了勇气 真爱无价 你们俩是家族联姻 本身就没有感情 我也算不上是破坏你们 只能说在对的时间爱上对的人 说完了吗 我低头看着她 纪博达愣住 似是没想到她说了那么一堆 我却只是轻飘飘地问她说完了没 你觉得 如今的柳如烟有什么值得我喜欢的 我喜欢的是曾经的柳如烟 那个和我约定好设计出世界上最棒的游戏 而不是现在只会卑躬屈膝 送外卖的柳如烟 所以你大可不必担心我会和你抢人 你如今好歹也是成年人 怎么还动不动又哭又鬼呢 柳如烟震惊地看向我 我话音未落 她反应过来立刻拽起技博打 面露羞愧 大不留心地离开 刚才那位是柳氏集团的大小姐吧 这么久不见 倒像是换了个人 当初退婚闹得沸沸扬扬 她现在是怎么好意思出现在路总面前呢 莫非是因为破产了 想回头了 我看着消失在门口的两人 这些话 柳如烟大抵是听到 同学聚会散场 我上了车 助理和我汇报游戏公司的进展 游戏设计师按照您提供的方案 设计出了游戏 明天进行第一次内测 他们让我问问您明天是否过去一起 当然去 当游戏设计师是我的梦想 后来发生了很多不受掌控的事情 我不得不提前接管路市集团 没了太多时间去研发游戏 便建了个游戏公司 我负责提供方案 他们负责后续的研发上线 一日 测试结果不理想 画质不清晰 还出现了多处棒 设计师记录下问题 他烦躁的脑头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我安慰他第一次测试出现问题很正常 别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 我给你们点了下午茶 好好休息 才能解决问题 谢谢陆总 您好 外卖到了 这声音好耳熟 回国才这么几天 已经和柳如烟见了两次面 他放下外卖 看见我在这很意外 半晌才开口 这公司是你的吗 正当我疑惑他怎么会这么问的时候 总设计师马走日熟络的接过外卖 给我介绍 陆总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是柳如烟 您别看他送外卖 他在游戏这方面可是有超高的天赋 我们设计过程中遇到什么棘手的问题 就会点分外卖让他来教我们 我拧没 没说话 马走日搂着他的肩膀就想往里走 柳如烟你帮我们看看这里 我明明已经处理过了 怎么还会出现这种办法 柳如烟没动 他看向我 那就麻烦柳小姐了 柳如烟在游戏设计方面的天赋 我是知道 不出几分钟他就找到了问题来源 并且想出了解决办法 马走日恍然大悟地拍向自己脑袋 怪不得 陆总 柳如烟的能力您也看到了 如果他能够加入咱们公司的话 绝对是一大助力 他这种人才送外卖的话太可惜了 您觉得呢 我刚想拒绝 一个熟悉的身影突然冲进来 他拉起柳如烟的手 一副心事问罪的做牌 陆成你昨天不是答应我不会再接近柳如烟了吗 要不是我偷偷跟出来 我还不知道你们两人偷偷见面呢 柳如烟扯了扯他的袖子 让他别说了 陆成点了份外卖 我是碰巧过来送的 碰巧 你以为这种理由我会相信吗 我从今天早晨就一直跟着你 只要是去陆氏集团送的单子你都抢着去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那点心思 柳如烟觉得难看极了 尤其是马走日他们几个瞪大眼睛的样子 你是不是疯了 我就是疯了 从得知陆成回国的那一刻你就动了心思 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够了 你们夫妻的事情出去处理 别影响我们正常工作 我让保安把两人请出去 面对马走日瞠目结舌的样子 我拿出一杯咖啡 你们几个是我亲自招进来的 你们的能力我很清楚 这点问题一定可以解决 如果柳如烟加入 公司只会乌烟瘴气 根本没有办法安静工作 明白了 柳如烟的出现只是一个插曲 吃完东西 我陪他们进入修复过程中 而另一旁柳如烟租的房子里 一片乌烟瘴气 当初柳家遭遇经济危机 本来拿到陆家的投资 就可以挽救破产的柳氏 可偏偏柳如烟 铁了新的药和我退婚 后来他父亲便卖全部家产 才赌上银行的欠款 拼搏了半辈子的事业 一招回到警方前 纪伯达的母亲 整日只会打开 输了就问纪伯达要钱 听说他傍上柳如烟 后越发放肆 现在双方都住在 柳如烟租的房子里 三十一厅住了六口人 柳如烟的工资 除了交房租 维持正常开销都难 纪母指着柳如烟的鼻子骂 要不是我儿子说你有钱 我怎么可能会同意你们在一起 你自己说说我儿子 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 柳母看不得闺女被这样羞辱 立马对着纪伯达反驳回去 要不是因为你儿子 我们家也不至于落到这种地理 既然双方父母都不同意 我看不如就这么算了 趁早离婚 纪母一赴 你别想随便打发我的样子 我知道你们打了什么主意 不就是陆成回国了 你们家巴布的赶紧离婚 然后柳如烟就可以和陆成在一起 我告诉你们 门都没有 除非 柳母深呼吸一口气 问她 除非什么 纪母精明算计的缓缓开口 除非你把你名下那套房子 转到我们伯达名下 你还偷偷留了一套房子 真以为我不知道 柳母见她把主意打在了房子上 连考虑都没有直接拒绝 那房子是在我名下 就算打离婚官司 房子也不可能给纪伯达 我当然知道这不属于婚内财产 如果你不同意 那就不可能离婚 反正着急的又不是我们 柳母从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 当即气得捂着心脏不停喘扶起 你看看这就是你选择的人 当初我让你嫁陆成你不嫁 现在好了 你是不是想要气死我和你吧 柳如烟默不作声 这几年 这个家里的争吵声就没断过 她早就累了 不管外面下着大雨 直接冲出去 我从公司出来 就看到躲在门口避雨的柳如烟 她身上被雨水浇湿 看见我的一瞬间立马走回来 陆成 我有问题想问你 我不着痕迹往后退了一步 疏离地问道 你说 你创办这个游戏公司 是不是因为心里还有我 陆成 只要你心里还有我 我愿意为了你和纪伯达离婚 深夜的寒秋带着几分刺骨的凉情 在雨水的雾气中 我扯出一丝笑 好啊 那你离婚吧 柳如烟愣住 然后她拼命点头 好 我马上就回去离婚 说完 傻乎乎的又跑了 直到她的背影消失 一直停在门口的麦巴赫上下来一个女人 她轻力脱俗 深情的眸子涉人心魄 又楚 你来了 沈幼楚扶去飞溅在我脸上的雨水 脸色不是很好看 要吃了吗 我捏紧手指半晌没说话 气氛凝固 沈幼楚叹了口气 先上车 车上 她从口袋里拿出药 倒出几粒药 我不想吃 在她的眼神警告下 我顺着水服下 医院的复查 你为什么不去 我轻轻吐出一个字 忙 沈幼楚把药收好 随口一问 计划进行的还顺利吗 我冷冷一笑 我随便抛出点鱼饵 她就迫不及待的上钩了 说着 我刚点燃的烟被沈幼楚抽走 从今天开始 我每天监督你吃药 其他的事我不过问 至于烟 你必须戒掉 我买下了柳如烟租房的队门 安排人在那里监控她 那些人在柳如烟家里 安装了监控设备 我点开他们传过来的视频 柳如烟回家后 立马提出了离婚 纪伯达红着眼眶 委屈的浑身颤动 纪母磕着瓜子往地上吐皮 我早就说过 只要那个人一回来 她就会迫不及待的和你离婚 你看是不是被我说准了 既博达小心又卑微的讨好了 不离婚好不好 你知道的 我没有了你会死的 柳如烟眉头皱着深深的刀 只要你同意离婚 你想要什么条件都可以提出来 闺女 一旁的柳母赶紧给她使眼色 什么叫做条件都可以提出来 柳如烟安抚她 她心中有数 纪母顾不上吃瓜子 蹭得站起来 这可是你说的 我就要你妈手里的那套房子 或者折合成市价三百万也行 只要给我 我马上让博达和你离婚 不可能 我是不会离婚的 你们都死了这条心吧 看完视频 我把手机扔在一旁的沙发上 接下来的几天 柳如烟都没有出现在我面前 再次出现 连带着柳父柳母一起 他们苍老了不少 尤其是柳母 原本保养得当的那张脸 多了不少的皱纹和白发 陆晨 好久不见 你越来越成熟了 我礼貌地打招呼 伯父伯母 您二位来世有什么事情吗 柳母笑得一脸温柔 她想握我的手 被我躲开后 眼神闪过几次不满 却又压下去 我听如烟说 你希望她和博达离婚 然后和你在一起是吗 我看着柳如烟 反问 我是这样说的吗 柳母不在乎我到底是怎么说的 她在乎的是今天来这里的目的 陆晨 是这样的 博达她很喜欢如烟 不同意离婚 说除非拿出五百万给她才行 如果你想和我闺女在一起的话 我希望 她用期盼的眼神看着我 我顺着她的话往下说 你希望这五百万由我来出 对 等你们结婚了 你的收入都是夫妻共同财产的 现在只是提前拿出来用一下而已 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我冷笑 以前的柳母不是这样的 她最不喜欢提起的就是钱 说会影响她的形象 如今却字字句句不离开钱 既然如此 那就别离婚了 说完 我转身离开 柳如烟在身后埋怨柳母 妈 陆晨好不容易才答应给我这么次机会 你和她说这些做什么 你那套房子卖了不是正好三百万吗 把那笔钱给纪伯打 早点结束这场错误的婚姻 到时候我肯定会给你买回来 柳母气呼呼的道 我怎么知道陆晨现在变得这样了 以她当年爱你的程度 别说五百万了 五千万也会拿出来 那套房子你想都别想 万一你把房子卖了 陆晨这边不接受你 你可就什么都没有了傻闺女 陆晨生气是我自作自受 我一定会用真情感化她 祈求得到她的原谅 你就惩罚 柳母使劲戳着柳如烟的额头 希望她清醒一点 柳如烟追出来 抓着我的衣服 你别听我妈说 钱的是我自己解决 等我解决好了就来找你 我从沈幼楚那里得知 柳如烟为了离婚去借了高利贷 甚至为了快速拿到钱 主动提出可以多付利息 你猜她是怎么敢这么做的 我接过沈幼楚递过来的茶杯 品尝一小口 无非是觉得还不上来求求我 我会心软给她还上罢了 送了这几年外卖 一点涨金都没有 沈幼楚拎起茶壶给我添茶 热气缭绕 被逼得迫在眉睫 顾不上那些了 几分钟后 我收到一段视频 柳如烟回家把300万的银行卡 拍在桌上 300万我弄来了 什么时候签离婚协议书 继母眼神贪婪的 把银行卡拿起来 清了好几下 最后带着警惕的看着柳如烟 我怎么知道这里面 究竟有没有300万 万一你骗我怎么办 你可以打电话问一下银行 继母拨打了官方客服 得到确定回答后 小心翼翼的把银行卡塞进兜里 柳如烟比翼的 看着她这个动作 这些钱你也用不了 什么时候签了离婚协议 我什么时候告诉你密码 你放心 我答应你的肯定会做的 我马上就让伯达签了 离婚协议书你有吗 柳如烟拿出早就准备好的 放在桌上 只等纪伯达签字了 谁知她出来之后就撕了 不离婚 我不可能会离婚的 柳如烟 这辈子死我也要以你老公的名义死 我不会让你和陆成在一起 她说这番话的时候 整张脸都扭曲在一起 柳如烟突然有一瞬间的震恶 是从什么时候起 纪伯达不再是她心目中男神的样子 纪母一巴掌打在她脸上 你是不是脑子有病 这里可是整整三百万 你想做什么不行 这个女的都不要你了 你到底有什么用 柳如烟见状又拿出一份离婚协议 纪伯达不签 纪母也不是善杂 从小到大纪伯达都惧怕她 纪母拽着她的头发 直接把人按在桌上 把笔塞进她手里 在我面前还有你说话的粉 今天这份离婚协议书 你签也得签 不签也得签 柳如烟心满意足拿到了离婚协议书 我关掉视频 没过多久 柳如烟的视频通话就谈了过来 她像是炫耀宝藏一样 在镜头前晃晃离婚协议书 陆成 你看纪伯达签字了 我似笑非笑 听说你借了三百万的高利盖 还款日需要还四百八十万 这笔钱你准备怎么办 柳如烟面色僵住 你怎么会知道 只副捏着白瓷茶杯来回转 我似笑非笑道 这笔钱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出吧 不 不是 她极为心虚的否认 埋藏在内心深处那点阴暗想法 就差被摆在灵面上 还没辩解 手机那头传来刘母惊呼大叫的声音 纪伯达自杀了 她从楼上跳下来 现在在医院里抢救 什么 柳如烟脑子一时有些转不过弯来 没想到纪伯达真的会自杀 她惊呼一声后看着我 我暗暗没心 怎么 你难不成还准备让我陪你一起去 不是 毕竟我和纪伯达现在没什么关系 如果你介意我和前夫有接触的话 我就不去了 我没说话 挂了视频 沈幼楚吃笑 曾几何时 她为了能和纪伯达在一起 不惜任何代价 如今为了挽回你的心 也可以对曾经碍入骨髓的男人弃之必行 我从未许诺过她什么 离婚后的一切都是她自己脑补出来了 沈幼楚恩了一声 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 下午约了王教授给你检查 走吧 我端着茶杯一口一口的抿着 没有动作 只是一个小小的复茶 别怕 真的不会再有人把我关在精神病院里了吗 沈幼楚心疼的把我抱在怀里 轻轻拍打着我的后背 不会再有那种事情的发生 我保证 现在我是你的监护人 你相信我好不好 幼楚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明明不是我的错 我才是被害者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恍惚中 我仿佛回到了前两年 柳如燕为了个贫困生 不管不顾的一定要退婚 犀利的言辞和不堪入耳的话 整日盘旋在我耳边 让我成为全校的校围 同学们都用一样的目光看我 既博大一条又一条 秀恩爱的信息 我把自己整天关在屋里 想不明白柳如燕之前明明那么喜欢我 怎么会变成如今这样 期间我自杀过 最终被爸妈救了回来 他们嫌弃我给陆氏集团丢人 害得陆氏股份下跌 在医生说我精神失常时 无论我怎么解释我没病 他们就是不信 陆晨 你在这里好好接受治疗 等你好了 爸爸妈妈就接你出去 精神病院根本就不是人呆的地方 没病都能给关出病来 在我最暗无天日的时光里 我遇到了沈幼楚 他和我结婚 以监护人的名义把我接了出来 出来后我迅速接管了陆氏集团 架空了我爸妈的权利 沈幼楚起初不同意我回补 后来耐不住我的信物 这才同意 唯一的条件就是不能停药 本来我吃得好好的 可在看见柳如燕和纪博达那两张脸后 我停药了 我要让这两个人付出代价 沈幼楚等我发泄完 把我抱住 你什么错都没有 我会一直站在你这边 不哭了 医院里教授检查一番 还是和之前一样 按时吃药就不会有问题 我恢复了理智 微笑到了生气 在沈幼楚去拿药的工夫 我去了抢救是那边 听到医生说 纪博达勉强保住了一条命 可他伤到了脑子 以后有很大的几率会成为植物人 醒不过来了 纪母生气的拿东西 往柳如燕身上砸 都是因为你 要不是你 我儿子怎么会去自杀 我可怜的儿子 怎么会爱上你这么的东西 我不管 博达现在变成这样 都是因为你 你要照顾他一辈子 还得给我两百万养老钱 不然我就去法院告诉你们 柳如燕受够了 除了没破产钱 他受过纪母几天好脸色怪 其余的时候 对他不是明朝就是暗妇 纪博达自杀和我有什么关系 是你亲自逼他签了离婚协议 是你把笔地在他手里 是你为了那三百万 选择放弃你儿子的 现在你有什么资格来质问我 怎么 我给你的三百万花光了 又想来问我要 纪博达现在这个样子 你有很大的责任 两人把最后一层脸皮撕破 谁也不让谁 纪母 你别想推卸责任 我拍手叫好 柳如燕看见我出现在这里 眼神中快速划过几分懊恼 我猜他是担心 被我看到刚才的样子 纪母冲着我就来 我打死你个畜生 当年你没本事留住女人 现在回国了也不安分 看我不恼你 我握着她的手腕 狠狠往后一甩 再她又扑上来时 我拿出精神鉴定报告 你知道精神病杀人是不犯法了吗 你说我要是哪一天 在你喝的东西里下毒会怎样 你个畜生 别以为拿个假的报告来 我就怕你了 这么多年你说我怕过谁 那你就试试 纪母害怕的咽了口唾沫 她浑身上下只有一张嘴硬 现在往后退得比谁都快 柳如燕不敢置信的拿过报告 陆辰 你怎么会 我嘲讽的笑了起来 当年你把事情做得那么绝 退婚后还到处败坏我的名声 同学们和圈子里的人 都在发信息嘲讽我 你有没有尝试过被网爆的滋味 你有没有尝试过被谩骂的滋味 因为你我成了这副样子 你真以为我出去留学了吗 我是出去治病了 柳如燕大受震撼 对不起陆辰 我不知道 以后我一定好好地照顾你 补偿你 等我们结婚后你就好好休息 公司的事交给我来处理 至于纪伯达 他现在毕竟成了这个样子 我知道你心地善良 我请一个护工来这里照顾他 这样好不好 你算盘珠子打得这么精灵 看样子真的是被穷怕了 柳如燕还在解释 陆辰 我是为了让你好好休息养病 我揭穿他虚伪的面孔 你知道我是精神病患者 一旦和我结婚 就可以想方设法把公司拿到手 那天我们在酒店真的是偶然碰见吗 班长全都交代了 他早就告诉过你我会去参加同学聚会 你故意用那种方式和我见面 包括游戏公司 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是我们了 几年不见 你聪明了不少 都会提前布局了 柳如燕还想辩解 我直接把和班长的聊天记录找出来 这下他不装了 就算是我安排的 可我是真的爱你 和纪伯达结婚后 我才知道不是一个层次的人不会幸福的 你和我结婚 我保证以后会好好照顾你 还会把我们共同想要设计出来的游戏上线 我亮出脖子上的项链钻截 我已经结婚了 你的那些狗心思放在肚子里吧 结婚了 你在骗我 你明明说过让我和纪伯达离婚的 是你说要和他离婚 我从来没主动提起过 我也从没许诺过你什么东西 一切都是因为你的贪心 不是的 现在我已经离婚了 我们马上就可以去领结婚证的 沈幼楚出现在身旁挽着我的胳膊 一时看不住你就找不到人了 这里的事情处理好了吗 我点点头 柳如烟看到挽着我的那双手 愤怒地冲过来挥拳头 被沈幼楚一脚踹回去 抱歉 忘了给你介绍我妻子 沈氏集团的继承人 空手到黑带 刘母急匆匆赶来 我们刚才的对话听了个差不多 我就知道你这次回来没有安什么好心思 幸亏我没同意卖房子 不然的话现在岂不是人才两空 你还不知道吧 你女儿为了凑齐三百万借了高利贷 这可比卖房子的兴致严重多了 我畅快地吐出一口气 刘母傻眼 什么 高利贷要还四百八十万 你那套房子可不值这个价格 她问柳如烟是不是真的 是 没几天 柳如烟找到我 噼里啪啦说了一堆 我知道你现在是在报复我当年做的那些措施 是我活该 你想要怎么报复我都行 只是你能不能借给我两百万 就两百万就行 你有病吗 我凭什么借给你钱 不远处走来几个人 柳如烟想跑 被他们拦住 小妞 昨天就是还款人 我看你没去找我们 猜测你是不是忘了 今天特意带着兄弟们来找你 柳如烟知道他们都不是什么好人 指着我 他有钱 你们向他要 催债的人笑了 沈总 陆总 您二位也在啊 认识 我回头一看 沈又楚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门口 不认识 你们按流程收债就行 别听他胡说 催债的都是人精 几句话就将这里的情况摸透了 当初借钱的人是你 我们为什么要和别人要 你赶紧把钱拿出来 柳如烟本想着破罐子破摔 被这群人收拾一番后老实了 陆成这笔钱算我借你的好不好 我肯定会还给你的 就算当不成夫妻 好歹也认识这么多年了 你一定要把我逼到死路上吧 他一开始还说好话 看我铁了心不借给他 立马变了副样子 我不会放过你的 别打了别打了 我想办法筹钱 我妈那里还有一套房子 我马上就去卖了 不够的我想办法再赌 我们哥几个可没那么多时间陪你躲猫猫 今天我必须要拿到钱 赶紧去把房本拿出来 柳如烟临走时还凶狠地瞪了我一眼 后来我去医院复查的时候才知道 柳母卖了房子没填上那个窟窿 是纪伯达的母亲掏钱补上的 唯一的条件就是复婚 并且签下协议 这辈子都要好好地照顾纪伯达 柳如烟起初不同意 最后走投无路 只能签了协议 往后我每次去医院复查 都能听到纪伯达病房里的吵闹声 双方谁也看不上谁 纪母以一己之力骂的 沈家三个人都抬不起头了 柳如烟不满地扔掉手里擦拭的毛巾 我真是受够了 柳母安慰她再忍忍 等以后翻身了就好了 你努力工作 早点把柳家的家产赚回来 到时候不管是陆成还是纪伯达 都得回过头来穷